少要繞個來回這樣一圈回來大概超過10公里 10公里 這裡經過別人地太多了 所以說這裡也只有60公尺 進去 它的灌溉區域就是我們剛才走進來的地方 我們剛才走進來的地方 60公尺 挖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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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在接 我也不知道 什麼地理風水是不是真的 我們親眼見到的 隧道還沒開的時候 陽明山興什麼 陽明山最早最早之前 種什麼東西 住民最早來說 在進來平等里 最早進來大概是1740年 第一批住民進來 他真正到開發的時候 大概是1800年 1740年剛進來的時候 1740年剛進來的時候 種的是地瓜 竹子 就是我們的笛 那些水源不需要很多的 種那些東西 到日本時代 在經營台灣的時候 他才有 柑橘 才有水稻進來 在還沒有來之前 還有一段時間是種香蝕樹 種香蝕樹 種香蝕樹做什麼 營火堂 重點不只營火堂 他大概可以用的 全部都被買走了 去當支架 這裡有礦坑 這裡有很多貴族損 以前的貴族這麼大 日本人也會全部買走 買去造飛機 用竹子造飛機有沒有聽過 台灣那個造飛機 造飛機來到清朝地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唱過 日本人造飛機 在青年剛造飛機 是給美國人炸的 做假飛機 這是真的故事 不是假的 這是真的 他買竹子去綁 美國人說 日本人好厲害 我昨天把飛機炸完 第二天馬上又飛機擺出來了 因為在高空看 看下來都是飛機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做的 他就炸 所以說這裡的產業 都是順著這個時代在走 我們再回到風水地理 鵝尾的地方 以前都產種柑橘